当地时间12号 联合国安理会就促进和加强法治 维护国际和平安全举行公开会 中方代表在会上坚决反对美国滥用单边制裁 强调任何国家都不能把本国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治上 中方代表表示 加强国际法治首先要维护国际法的权威 需要鼓励对话协商解决争端 应当坚持各国共同制定国际规则 中方强调 加强国际法治必须坚决反对单边制裁 任何国家都不能把本国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治上 有的国家 特别是美国 违反公平竞争市场经济原则和多边贸易规则 以各种莫须有的名义 打压别国高科技企业 人为干扰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稳定 这不仅损害别国正当的发展权力 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也从国际法治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中方代表还就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提出了质疑 表示这是一个模糊不清的说法 中方表示 实践中中方所看到的 恰恰是有些国家所谓基于规则的做法 给世界带来巨大的麻烦和混乱 有关国家言必称基于规则 为什么对规则的具体内容 却散散其持 我们不得不怀疑 各别国家所说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真实意图是要在现有国际法体系之外 另搞一套 以自身的狭隘利益为中心 把自己的标准和意志强加于人 为双重标准 例外主义 大开后门 中方代表表示 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 各国都能明确无误地确认 世界上只有一种体系 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只有一种秩序 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只有一套规则 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快来订阅通知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